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访美之旅 外界关注行程当中能接触到的美方层级 柯批美国时间19号再到AIT华盛顿总部 传出可能会见国安会高层或是国务院官员 受访的时候柯文哲保密到家 但是跟幕僚之间的对话似乎让答案忽之以处 柯文哲访美行最重要行程终于登场 但要见谁连民众党立委也不知道 委员知道跟谁见面吗 柯文哲在美国时间19号是再度来到AIT 在华盛顿的总部传出他要见国安会的高层 或国务院相关官员 但见的层级到底是谁 柯文哲事前保密到家 车牌EAP开头正是台湾驻美代表处坐车 更有疑似写着ARMY的国防部车辆 应该这边大概有会见哪些部会的官员 可以讲 主要还是美国国安会 不行 这个只是跟美国高层谈一谈 因为刚刚有看到国防部的车 这是这样的 基于双方大家都答应要保密 但柯文哲到底见了什么部会官员 光听会谈内容 答案呼之欲出 从军过到一起 这有些广泛的交换大家有意见 那国防什么就大概就照这样 那原则上就大家保持no surprise的 principle 给这大家都没问题 主席听起来今天来的主要不会是国防外交委屈 外国医院和白宫国安会有吗 这个要保密 依次美方官员会谈后离开 但民众党三间其口就怕破坏 保密规定 失信美方代表 接着我们讲李明洪 华盛顿报道